這個民口約職就位的 我是邏輯爺 今天我是 我今天的題目是叫做反對 反對這個國外市區 公共服務特定專業區 那我的意見 就是說把它改為都市防災公園 下一步 那剛剛局長說過你說 我們這個地方在八年前的事情 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在二十年前 人家捷運就跟你調查清楚了 說這邊就是斷層經過的地方 斷層經過關就好比現在 那個 你一個人如果是骨折 骨折你接好了 我請問你 那個位置還是在那個地方啊 斷層也一樣 他雖然是那個地質調查所說 這個不是活動轉身 可是你那個傷口很容易受傷 我用這個骨折的來比你 所以 這個在二十年前就跟你告訴你了 他發現的地方就是在我們 他是從我們原型往那個 信義計畫機器去做的 所以他報告在這裡 那這個來源就是從那個 他的那個101的紀錄 紀錄裡面有一個書 顯示第二章時間 那在87年就是在前四 就是我們往前的13年 剛剛20年 他又做一個後續報告 他就要去做 其實決定局是算蠻認真的的 他告訴你說這個的寬度 導動的寬度 平均起來有170公尺 簡單講他這樣過去 170公尺在哪邊不知道 那95年的話 都市計畫的公告說 確實在這邊過敏 如果有 各位留位手上有 都市計畫的那個公告的話 還不能就寫下一張 那我們再再想回去 四年前 我們廣執不外約的時候 是不是有保護樹13棵呢 那還有那時候有700多棵的樹 下一棵 那你看看 這個樹都漂亮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從數據來看 我們數據來報告 從數據報告來看到 我們這個地方 真的真的是地質補碎肉條 不適合高密度開發 所以建型啊 作為都市發災的公園 你看看 反對的地方我覺得很簡單 因為這裡是公共 公眾使用的建築物 蔡徒鎖 大理張 獨書館 還有2800萬公園 還有長照的醫療中心 如果真的發生事情 你往哪裡跑 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靠它而已 下一張 那我後面的建議是這樣 因為最近 這個瑞光路上面 有一個叫做花市場 它現在又花市場 它要改成這樣叫做私利公園 要花到近一億的錢 那我就建議說 是不是我們把這兩個對調 柯次郎有講過 做對的事情要做對的地方 那是不是把這兩個做過來這邊 對調 那第二 看這個專用器的地方 你看這地很漂亮啊 沒有樹啊 你要蓋房間認真的 你要多少戶就有多少戶啊 三間戶應該不止啊 OK 那你還可以省下很多的錢 柯次郎的風格就是省長 那再來 我們再講我們這邊的公園 你看公園如果在私利擺在這個公園的話 那防災公園它就是要一個儲水的地方 剛剛很好 在這邊放在這邊 那我們旁邊的四座山 它下來的山西下來的水 都是很乾淨的 不是屋桌的那個 那個叫做 處理廠的會水 那再來 我們這水源就可以就近結流 那也可以當作避難場所 那還有臨時的資源就在這個基地 那還有一方面 這一群的樹可以夠調節我們的空間 調節我們的環境 謝謝 那下一位請李茂輝先生 那請編號四號是蔡閨清理想請準備 主席